将会下起红包雨 那大家到时候记得要点相当多 比方说什么天猫超市啊 酒店啊等等等等 这样的运回券都会送给大家 男子200比自由泳 今年最好看的一个项目了 在奥运会上 奥运会决赛的一个提前预演了 我之前在每一战的世界杯 在解说的时候 我都会提一下 拉布希斯和孙杨的一个对决 今天终于来了 没错 所以凑齐这两位选手 就是世界最高水平了 或者说如果没有孙杨的话 拉布希斯已经统治这个项目了 对 因为在今年的市井赛之后 在拉布希斯犯规完之后 他参加了所有的六战的世界杯比赛 他把200米自由泳和400米自由泳的冠军 全都拿下了 但今天孙杨来了 没错没错 孙杨来了 来看一下运动员的入场 四道加拿大选手 来自加拿大的莫索耶 带希敏杨勇主向的运动员 今天来参加了一下200米自由泳 一道 匈牙利的逗迷克 科兹马 广州市井赛200次第七世界杯 日本战也是拿到了第二名 三道 来自中国的斯洋 孙杨来了 个人世界冠军 拿到了14枚 仅次于费尔普斯的传奇性人物了 我们中国游泳队的队长 二浪就是来自立陶宛的拉布希斯 这次孙杨来了 看看他的状态到底怎么样 对 他在去年的日本战 也是游出了1分45秒74 孙杨在市井赛夺冠的成绩是1分44秒93 是非常的接近了 是 大家盯紧第三道 今年最精彩的一场比赛之一了 对对对 看一眼就能看到 好 比赛正式开始 200自由泳 在现在的泳滩来说 200自由泳已经算是一个绝对短距离的一个项目了 没错 拉普齐斯的启动比较快 孙杨目前是在第三个位置 但是渐渐的在往上赶 对可以看到现在孙杨 他也是把自己的技术动作 他的频率也是加到了 比以前要快很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 孙杨应该是在前50排到了第二 对对对 拉普齐斯是第一位 孙杨游的还是非常的稳 可以看到孙杨在回尘的过程中 他的换气面正好是可以看得到拉普赛斯的 对 好孙杨上来了 比了100领先了 非常好游的 孙杨目前拿到了第一等位置 但是跟拉普齐斯的差距其实才0.12秒 对 因为拉普齐斯他也是名400米自由泳的选手 所以说他和孙杨一样 他后半程中的能力也都是非常的强 没错可以看一下孙杨 现在领先的越来越大了 哇哦就棒个身位的优势了 孙杨非常的好游到最后一个50米 差距拉得更大的一些 对 但是可以看到拉普齐斯在最后50米其实是加速了 对 差距好像有一些缩小哦 看下孙杨最后能不能撑住 加油孙杨 应该是可以拿到的 可以看到拉普齐斯他的频率也是加了起来 看到最后的冲刺现在两个人非常接近 是倒边技术 哦 非常可惜 拉普齐斯 啊 刚刚是我